空中大大的花朵正对着民众微笑 2008年布里斯本嘉年华会举办国际风筝节 一大早就有不少风筝抢先在天空暖身 来自台湾的三位风筝大师蔡文福 侯顺震及许鸿南也提早到达会场 对八种串的风筝 串的风筝 八种 最长的呢 最长的大概是那个章鱼串 没有150 150 他都在一本公尺以上 两串章鱼和热带鱼造型的台湾风筝 各有一百多尺长 在三位大师的操控下 迎风飞舞成为全场最受瞩目的焦点 早上十点钟 在舞龙舞师及锣鼓声中 风筝节正式开幕 现场已涌入上千人 欣赏满天飞翔造型各异的风筝 此外当地台桥学生 听说有三位台湾风筝大师要来都很开心 还担任义工帮忙 你们今天来这边帮忙吗 对啊 我们义工 有没有看过这么大的风筝 没有 没有那么长 没有那么长的风筝 祝布里斯本经文处 是这次活动的赞助单位之一 田中光处长特别到现场为台湾风筝加油 台湾来的风筝大师确实不同凡响 得到世界英国印度等等国家的金牌奖 那么他们的风筝飞的是又高又长 那么跟本地的风筝有所不同 吸引大家的注意 除了看到飞翔在天空的巨型台湾风筝 中旁航空及长荣航空 还在现场设置摊位 推广台湾观光旅游 台湾团体也提供道地家乡点心 现场充满浓浓的台湾味 台湾宏观电视孤立汉 澳洲布里斯本采访报导